来关心社会消息 新北市有一名流姓男子 跟一岁半的外甥在房间玩 竟然就把他往硬式床垫上丢 短短一个小时连摔了十多次 造成外甥炉内出血 送医两周后不治 男子事后辩称并没有恶意 不过检察官认为 这样的动作本来就很危险 最后是以杀人罪将他起诉 家长抱着小朋友在弹簧 从床垫上跳上跳下玩得很开心 不过新北市有名男子说是在玩 竟然就直接把一岁半的小外甥 重复往弹簧床上丢 玩出人命 从未案发现场 客厅里还摆着一个 给小朋友玩的溜滑梯 疑似在意外发生之后 就被收好没有再使用 根据了解 当时一岁半的陈小弟弟跟着妈妈 搬到位在泰山一处豆干工厂的宿舍 和阿姨跟遗兆刘姓男子住在一起 某日凌晨 刘姓男子趁着男童跟妈妈 在房间熟睡时 把男童抱到隔壁房间 先是将他举高后 往床垫上扔来回十次 导致男童因为炉内出血 送医不治 没想到事后 刘姓男子竟然还变称说 只是要跟外甥玩 没想到会发生意外 由于小男童还不满两岁 流行男子却用重复抛摔的方式 把男童丢在床垫上 造成男童死亡 现在检察官也已杀人最嫌 起诉了这一名流行男子 接着关联官政要 新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